从今天起,我为朋友们讲述中国的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。 这部《红楼梦》从何处而来呢? 要说起它的根由来,好像很荒唐。 可是,你听过之后细细的品味,却深有趣味。 原来,自女娲娘娘练石补天的时候,就在大荒山无极牙练成了丸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 可是娘娘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,剩下一块没用,就把这块石头扔在了这座山的青梗峰下。 这块石头呢,自己经过锻炼之后,通了灵性。 石头就想,所有的石头全都让女娲娘娘补了天了。 唯独自己无才,不能入选,所以石头就自怨自叹,日夜惭愧悲好。 这一天,石头正在伤心,突然间来了一个僧人,来了一个道长。 两位仙师生得骨骼不凡,风神迥异,说说笑笑,就来到了风下,坐在这块石头旁边,高谈快乐。 仙师说了些云山雾海,神仙玄幻知识,然后就说到红尘中的荣华富贵。 这块石头听了,不觉打动了烦心,就口吐人言,跟这二位仙师说。 大师,弟子刚才听二位谈那人间的荣耀繁华,我十分羡慕。 二位大师,能不能萌发一点磁心,带着弟子得入红尘,也在那场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? 我是当永佩红恩。 这二位仙师听了之后就笑了,山哉山哉,那红尘中确实有些乐事,但不能永远一世,况且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么,八个子紧紧相连。 瞬息间则有乐极生悲,人非悟患,究竟是到头一梦啊? 万境归空,倒不如不去的好。 这块石头烦心已动了,哪里听得进去,这样的话,他就再三地苦求。 二位仙长就叹了一口气,说,既如此,我们便带你去受想受想。 可是,要你到了不得已的时候,千万不要后悔呀。 石头说,自然自然。 僧人又说, 要说你同灵性吧,你有如此至纯,更无奇贵之处,也罢,我如今大师佛法诸你一诸,待节中之日,复还本质,遗了此案。 你看如何呀? 石头听了,是感谢不尽。 僧人就念咒书符,大展幻术,就把这一块大石头变成了一块鲜明迎接的美玉。 又把它缩成扇转大小,僧人就把这块美玉拖一手掌之上,哈哈大笑。 好啊,形体倒是个宝物了,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。 嗯,还得再捐上几个字,使人一看,就知道是个奇物。 然后,好歹你到哪,昌明龙胜之邦,尸里沾鹰之族,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,去安身乐意。 说完之后,就带上这块石头,跟这位道人飘飘而去。 那么,二位仙师究竟投奔了何方呢? 谁也不知道。 后来,又不知过了几世纪节,有一位空空道人,从这大荒山无极崖青梗峰下经过。 看一块大石上,字迹分明,边树立立,空空道人从头一看,哦,原来是石头,无彩补天,唤行入室。 蒙茫茫大石,苗苗真人,带入红尘,历经离合悲欢,炎良世态的一段故事。 空空道人,就把这石头记,从头到尾抄录回来。 后来,曹雪芹在道红轩中,批阅十载,增山五次,转成目录,分出彰回,并提出了一首绝句。 满纸荒唐言,一把心酸泪。 兜云作者池,谁解其中味。 那么,这石头上说的故事,到底是什么呢? 听我,慢慢到来。 想当初,地陷东南。 这东南有座姑苏城,是红尘中上,富贵风流之地。 姑苏城,昌门外,十里街,人青巷,有个古庙。 这座古庙呢,叫葫芦庙。 就在庙的旁边,住着一家仙患。 这个人姓真名费,自是尹。 这位真是尹先生,秉性甜淡。 不图功名,每天就观花修竹,灼酒淫世。 倒是神仙一流人品,如今年已半百。 七下窝儿,只有一个女儿,乳名殷怜,刚刚三岁。 这天,严下永照,真是尹在书房中,就蒙蒙隆隆地睡着了。 在梦中,她走到一个地方,没去过。 忽然间,来了一个僧人,来了一个道长,一边走一边谈。 她就听道人问。 我说,你带来的蠢物,异欲何妄啊? 僧人笑着回答。 啊,是啊,如今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。 这个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室。 趁此机会,就将此蠢物夹带于衷,使她去经历经历。 道人又说,这风流冤孽,落于何方何处,是何因果呢? 僧人笑着说,此事说来也好笑啊,竟是千古未闻的一件汉事。 在西方灵河岸上,三生石畔,有一株降猪草。 有一位赤霞公的神鹰侍者,每天用甘露灌溉它。 所以,这颗降猪草得以九颜岁月。 后来,既受天地精华,负得雨露滋养。 降猪草呢,哎,她脱去了草胎木质,换成人形了,修成个女子之身。 她终日犹豫离恨天外,饿了,她就吃蜜青果,渴了,她就喝这个愁海水。 所以,这颗降猪草尚未愁报灌溉之德。 她呢,就欲绝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 恰好近日这位神鹰侍者,烦心偶斥。 也要下凡造力换源。 依然在景焕仙子岸前挂了号,这位降猪仙子呢, 就说出了雨露之会。 也许下士为人,她把一生的眼泪呢,还给这位神鹰侍者。 这样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解此案。 道人听了又说, 还泪之说,果然是汉文啊。 既然如此,你我何不趁此时机,也下士去多度几个。 也是一场功德呀。 僧人说,正合我意,你先跟我到景焕仙子宫中,把蠢物交革清楚。 真是尹,听得很明白。 可是不知道,僧人说的这蠢物是什么东西。 就上前十里说。 刚才我听仙师所谈因果,实乃人间奇闻,但不知仙长所讲蠢物是什么东西,能不能让我看看呢? 僧人瞧了瞧真是尹。 你要问此物嘛,嗯,倒是有一面之缘,说着就取出来递给真是尹。 真是尹结果离开,原来是一块美玉,上面捐着通灵宝玉四个字。 后边还有几行小字。 他正想细看,僧人说话了。 一道幻境了,说着就从真是尹手中把这块美玉夺走了。 他跟道人走过了一座很大的石牌坊,这牌坊上是太虚幻境四个大字。 两边又有一幅对联。 真是尹轻声念。 假作真实,真意假。 无微有处,有魂无。 真是尹看见僧人跟道人过了牌坊,也想跟着过去。 刚要一摆布,就听见咔啦! 天空中打了一声霹雳,就好像山崩地陷。 真是尹大叫一声,睁眼再一看,只见烈日炎炎,芭蕉然然。 哦,原来是南科一梦。 这一下呢,梦中的事情,他就忘去了多一半。 真是尹坐着,回想这梦。 忽然间呢,就看见隔壁葫芦庙里寄居的一个穷书生,叫贾雨村的从庙里走出来。 这个贾雨村,因为进京求许功名,就暂时在庙中安身,每天呢,就靠卖字,靠作文生活。 所以真是尹看着可怜,常常接激他。 真是尹虽然接激他,并不看不起他。 尹尹一看,就站起身来,把贾雨村让到书房,两个人坐着谈话。 正谈着呢,忽然家人进来了。 老爷,严老爷前来拜访您。 贾雨村一看,人家来客人了,赶紧就站起来了。 老先生请便。 晚生常来,守候何方啊? 真是尹起身谢罪,就走出了前厅。 贾雨村一个人在书房翻书解门,忽然间听见窗外,有一个女子咳嗽的声音。 雨村起身往窗外一看,原来是一个丫鬟正在那儿掐花。 这个丫鬟生得眉目清明,虽然无十分姿色,却有动人之处。 贾雨村不觉得看呆了。 这个真假的丫鬟猛的一抬头,见窗里有人看自己,就急忙转身回避。 心说,这个人生得好雄壮啊。 可有这样蓝侣? 哦,一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困在庙中的贾雨村吧。 可是我家主人又说她不是酒困之人。 这个女子这么想呢? 没想到贾雨村误会了。 贾雨村一看,这个丫鬟回头看了自己两眼,认为这个女子对自己有意。 哎呀,心说这个女子必是俱眼英豪,风尘知己了。 过了一会儿,小叔童儿进来,贾雨村赶紧上前问话。 温暂楼梦 quiet了盎调,不离潮时间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